國民黨盧秀燕為了臺中市長選舉 辭去立委職務 依法北北屯選區立委必須補選 國民黨由前立委審治會 開出第一槍表態參選 審治會擔任過六屆立委 國會經驗豐富 這次也引用韓國瑜口號 想讓臺中發大財 除了打政策牌 還努力爭取地方議員里長支持 而綠營由前市議員劉國龍表態參選 那我相信在這一次 因為在選舉市長跟議員跟里長的時候 我也全力在幫忙輔選 那我會代表範例這邊努力來打拚 劉國龍在2016立委選舉 代表臺聯參選北北屯 最後以兩萬票之差 敗給盧秀燕 但這次還請來多年好友法醫高大成 擔任競選主委整裝在戰 高大成醫師他欣然接受 他認為我們一定要為臺灣 繼續爭取這一席 他也答應我做我的主任委員 九合一大選剛落幕 立委補選馬上又掀起戰火 北北屯關鍵一席立委藍綠互不相讓 記者連家慶張志凱 台中報導